妄议比财尽在云通 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富翁摇钱树赚钱真快速 今天果然又见到一根中藏黑 在昨天我一讲得很清楚 节目上我也公开告诉你 投资朋友 你现在问我说老师阿 为什么今天会跌 讲这个都没有用 在昨天我怎么讲 昨天来到高点 在这个位置 你说要大赚 我做给你看 绝对真实的抠讯 会员见证 那重点不在于赚多赚少 重点在于凭什么 所以我常常跟你讲到 观众喜欢看大赚 我们不会选择你想要做的事情 大赚我们也可以 可是我们要更深的去谈到 为什么 好 所以在昨天的19号的时候 这是一根开高 走低吞噬的阴线 称之为阴包阴 阴包阴射指线 19号 我跟你讲什么 这个情况之下 19号 是阴包阴 平顶射指 推论 123 结论 明天结算 又是一根中长K 投资朋友 今天是不是中长K 今天是不是中长K 是不是 在昨天的线行里面 他称之为阴包阴的设置线 节目上我也公开告诉你 19号嘛 节目上我都讲了 会员很清楚 我都跟你讲到 所以就做空嘛 这叫预测 很多人学不会预测 或是他不认同预测 所以他否定预测 他还告诉你说 赢在修正 不在预测 投资朋友 你认为这句话是对的吗 你如果没有预测 你何来修正 你没有去预测 你到底是要修什么 所以你离世心有预测 当你预测证券 你就不用修正 当你一直在修正的时候 是什么情况 叫鬼打墙 做多也错 做空也错 然后一直在转 一直在转 一直在翻 像台北压到高雄一样 你一直在左转右转 左转右转 你支持手就好啦 因为你知道路嘛 所以如果你不会预测 你一直在修正 你会发现 你每天都在修正 下去了 做空 弹一下 反手要做多 下去之后 多单砍掉 反手做空 你一直在修正 他消耗的是什么 他消耗的是什么 他消耗的是你的手续费 消耗的是你在每一次修正过程的什么 价差 这个价差你只要做对 那叫利润 叫做错 如果如果你做错 那叫你的成本 你明明你一探下去之后 你可以赚 假设你一探下去 你可以赚100点好了 你透过修正 你每修正一次 假设你修一次 10点好了 你修个10次 你已经比别人多输100点 一样的起跑点 你一直在修正 你已经往后退100点了 所以很多东西 是是而非 为什么要上课 投资朋友 上课是厘清你一个好的观念 你认为说 市场无法预测 那我问你 刚才节目上 你看到我跟你讲的东西 这难道会假吗 我都告诉你啦 你说你不相信 那你相信什么 相信市场 所以市场告诉你 中长还是对的嘛 所以我们总结 这个月 4月份的台子期 漂亮全能打 台子期4月份 我们的胜率多少 百分之87 87不算高 在我过去操作的过程里以来 我最高纪录是55年胜 这55年胜已经横跨了好几个月 你说每个月 每个月 每个月 全部赢 55年胜 所以87 其实这只是在我们正常水准的一个附近 就是所谓正常合理值 那我就问你啦 你的指标能不能够高达胜率8成 你指标如果胜率6成 你就偷笑了 更何况是到8成 你如果没有胜率 你就一直修正 所以我跟你讲到说 要讲绩效 要讲赚多少点 那东西还很好演嘛 你要做我可以做给你看啊 所以你去强调赚多少点 你不如把这个心思 去问你自己 你凭什么赚钱 把这个心思 把这个功夫给提升 你要追求的是什么东西 叫做胜率 什么叫胜率 你每次出手下去都是有把握 而且那个把握 它是能够让你赢钱 叫胜率 孙子冰把它告诉你啦 你因为知道你会胜 所以你才去打仗 对不对 是不是有这句话 那如果你不知道 你到底会赢还是输 你就去下去打 那难怪你会输嘛 像今天如果你不知道 它是中藏黑 你会怎么做 逢的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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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那么多了 接一下 停损 跌那么多了 应该差不多了吧 再接一下 又停损 这个行情怎么可能一直跌 应该会反弹吧 再接尾盘 又停损 做多 停损 做多 再停损 做多 继续停损 这就是属于 修正 修正 再修正 而不再 而不用预测 你会预测 你就知道今天是收中藏黑 那你就不会瞎做 瞒做 随便乱做吧 投资朋友 所以你回过头来看 为什么我会告诉你说 我们的胜率高达87% 那是因为来自于我们的预测 3月21号 一个月前 那时候高点多少 8840 今天几号 4月20号 刚好一个月 好 这一个月 你回过头去看 一个月前的3月24号 3月21号 高点叫8840 我把它放近一点 我把它放近一点 这根线 是一根什么线 带禅下影线 类似阴线 第二人线 高点8840 我怎么讲 它是一个腹背受敌 变成敌敌空方炮 本周关键 因为这个关键 会告诉你说 这个位置已经到高点了 你信不信 我问你 你信不信啊 你不会预测 你就认为我鬼扯 我会懒得告诉你 跟你去争论 因为 去跟你争论我对 浪费我的口水 时间会证明一切 经过一个月以后 这个位置 就是这个位置 那我问你 突破了没 做空能不能够赚钱 我们为什么会赢 因为我们知道它是高点 所以胜率是多少 87%嘛 所以你要看的是这个地方 不是在看多少点 这是我们当时二月份的 胜率91% 这是三月份的 所以我们累积一到四月 总共89站 73胜 胜率多少 82% 一样八成以上 投资朋友 所以你一直在找寻 何谓交易的胜碑 它就在你的眼前 它的名字叫K线 如果你K线你搞不清楚 你买了再多软体 你买了再多软体 那都是白花钱的 没有必要 你K线把它搞清楚了 你把K线是什么东西 你认清楚了 你会运用 你会去计算 其实这种东西就值回票价了啊 所以三月二十一号我讲什么 就这一天嘛 二十一号 我讲什么 我说8840就是高点 为什么我知道 同志朋友 这些都是我的理由嘛 推论理由啊 所以我们就跟你讲预测 我不是单纯告诉你说 你看这边是高点 理由是什么 天际不可歇入 不告诉你 我是把推论告诉你 一二三 然后理由是什么 就像昨天一样 我是不是也是告诉你 理由是什么 我的论点是什么 所以我推出这个结果 但大多数的人 不喜欢听 你的理由那么多 我不喜欢听 你只要告诉我结果最好 你只要告诉我说 你这样下去之后 你要赚多少点 你只要告诉我说 我现在跟你讲这个会费 我多少能够回本 这是每个人的一个想法 如果你是这种想法 投资朋友 那你就把我看低了 每个人都为了要骗你 骗你的会费 告诉你说你跟着做 你马上就会回本 你去跟他们做 你真的有回本吗 我们是老老实实的 去解这个盘 老老实实的就告诉你说 我们这么做 我们达到这样的情况 我们是以这种善知识 以用正面的一个角度 来告诉你说 做投顾老师 不用骗 你有本事 你把你的真功夫 你把你的专业 告诉投资朋友 认同的 可能只有5%到10% 那就够了啊 另外那90%到80%的人 喜欢去找这种大赚的 当你绕了一圈之后 你发现到 谁讲实话 就是讲那个 你不喜欢听的人 那个就是实话 所以有时候讲实话 每个人不喜欢听 因为那个东西很刺耳 我在骂你 我是为了你好 我如果留 我连骂都不想骂你 那表示你没有救了 投资朋友 所以你要搞清楚 我们为什么要上课 那是因为我们想要帮助别人说 你认为我们 我们能够预测 好你想学嘛 那我就开放这个机会 来教你 那如果你连学都不想学 我会懒得教你 浪费我的时间 浪费我的口水 我把这个节目 我拿来讲说 你看装多少点 去给你数那个绩效 你看 这一笔装多少点 那一笔又装多少点 我每天去给你数这个绩效 会有还搞不好 收的比较多了 我干嘛花这种时间 去告诉你说 你看我们要上课 我要教你时间 在假日的时候 我还在花时间出来 跟你讲说 我们怎么去做计算 去跟你做经验分享 所以这个东西 就是一个宝贝 它是一个机会 它是一个让你翻身 它是一个改变你 视野的一个机会 你如果都不会分 投资朋友 那你也不用做 做期货做股票了 所以我当时要告诉你说 这是高点 8840 后来三下 连续7跟KK嘛 这7000开街称之为 绵绵阴连7黑 隔天反弹 摩要结算嘛 我说什么 一次行情 这边就是右肩逃命波 这里面要空 投资朋友 结果 那时候在三月底的时候 告诉你什么 清零变盘 半个月前三月底 我说清零变盘 投资朋友 有没有变盘 三月三下 变盘倒数计时 杀8436 杀下来之后破底的 每个人都在喊什么 喊说这个地方 要赶快扛股票 要赶快做空 我告诉你什么事情 四月七号 我告诉你什么 法人还会再拉一波 拉的这一波 才是逃命的空点 投资朋友 经过事实证明了 八四三六 反弹到八七四三才是空点 这个位置再杀下来 这才是空点 空点是这个位置 还是这个位置 你用你的软体去看 大多数的软体 会在这个地方告诉你 这是空训 而碎形 K线会告诉你 这个地方是空训 所以输赢 利盘 人家为什么会胜率那么高 是有它的原因 因为你当你面对风险的时候 你知道它是风险 你知道它是陷阱 你知道它是骗陷 你能够避开骗陷 避开陷阱 避开风险 你就有机会赢嘛 你能够赚你就赚 你不能够赚你就休息就好了 看就好了 看不会花到钱 乱做会赔到钱 那你就选哪一个 所以当时我们告诉你说 再拉一段还是空点 好 那拉到哪里是空点 所以经过反弹的过程里面 我们带我们的会员 安然的轻松避开嘎空 避开嘎空 当时是4月13号 这几天基本上没有动作 会员都觉得受不了 老师啊你为什么不动作 不能够做你为什么要拼命做 所以告诉你什么 避开风险 避开风险之后的这个位置 4月18号 这一组钱称之为所谓的 腹背受敌 我说什么 它的空点在哪里 就是这个键号嘛 它是取决于这个位置 这个地方划过来的一个切线 这个地方是空点 投资朋友 4月18号 两天前的事情 两天前的事情 我告诉你说 8840是高点 你不信 因为一个月前 我告诉你是高点 好 那两天前我告诉你 这个地方是空点 你信不信 如果回过头来看 是不是 好 那我怎么讲 那个时候我告诉你 观察三个地方 价 量 时 价格 时间跟成交量 因为已经还在哪里 多方时间尾声 准备切入到什么 空方时间 同志朋友 我怎么知道 我就是知道啊 虽然你要学是这种东西 而不是学那种 大家都知道的 你要讲这种低阶的 中阶的 你要讲指标 你要讲看盘 你要讲实战 这个我也可以教啊 外面编译也会教啊 你讲这东西 每个人都会 那何必我来算 你去看目前反间 有谁敢讲预测的 有谁真的会预测 所以 你不要把我们的课程 跟一般外面的一些 所谓的 技术分析班 这边做比较 他不会预测 所以他没办法讲预测 我们会预测 而且我们会教你预测 所以这种等级 是不一样的 你不能拿说 以多少钱来做衡量 因为 你如果不会预测 你像 你像蒙眼走路一样嘛 你看到前面的路 你花了很多的学备 在市场上 滴滴撞撞 做错修正 做错学习 然后买经验 你绕了一大圈 你可能 学备缴了十万块 赔了一些钱 得到一些经验 那那些经验 有没有办法 它可以升华到 一个所谓智慧 我们说的 看盘智慧 让你有所谓的 预测未来的一个能力 搞不好还不会嘛 那你走这段路 我直接告诉你说 怎么走 明心见性 直指人心 就直接告诉你 就这样做就好了 一句话 可能一个观念 然后一个公式 然后一个算法 点破了 你就懂了 你就误了 你就懂了 所以它能够让你 减少很多的一些 迷惘跟走冤万路 那刚好我们这是要上课 你如果听得懂 我讲的东西 你就好好把握 因为我们这个礼拜 要开课 要上课 那上课 请你 就是记得带这个 计算机 或者是尺 还有颜色笔的话呢 带三种颜色的笔来 这个东西 因为我会教你 怎么去预测 而且是时尚的 去把它做这个 理论 食物 互相做结合 好 所以在昨天 18号的时候 18号的时候告诉你 腹背受敌 然后这个推论什么 会大厮杀嘛 18号的时候告诉你 隔天 大厮杀 提前反应什么东西 结算 因为反应开始出货了嘛 当时的这个位置在哪里 投资朋友 在这边 隔天我告诉你 会开始提前反应 会大厮杀 是开发手的 好 一根中长黑之后 我讲什么 19号嘛 我告诉你 我们是这样算的 像素理推理 然后告诉你 大厮杀什么 提前反应结算 你等到今天结算之后 你再说老杀 为什么要下杀 昨天拉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已经告诉你什么 拉到结算 已经结束了 接下来是属于杀多 所以我觉得你刚才讲过 从线型的预测里面 像18号的这根线 称之为 山山山山山 有没有 然后这个线 它的一个情况之下 你可以知道 隔天开环开 开什么 渡门格局 那这个门有八门 开修 深山 渡井 使劲 那昨天是开渡门 好 这昨天讲过的 这里面上课我们会提到 所以我在昨天 19号的时候 跟你讲什么 这组 因包音为平底设置 因为旗货的高点 8478 为恶意 洗空当之后杀多 然后大旁吞线 阴线带量为凶 OTC为倒梯 戊背线 连续出进四次 所以经过这个推论 我直接告诉你 明天结算 又是一根中藏黑 我直接告诉你 没有任何的模拟两可 所以K线 中藏黑 不是天天有 也不是每天都出现 大多数是属于 小红小黑 小红小黑这样子 那为什么我敢这么讲 为什么 同志朋友 为什么 所以今天 期货跌了117点 我们四月份 三十战 二十六胜 胜率87% 你要赚钱 我做给你看啊 然后五月份跌152嘛 那为什么 同志朋友 存感应该预测到了 现行有精神之举 然后消息一面无效 所以你看到美国创高利多也没有 空方极强 买方极弱 开平高震荡击杀 再杀 那为什么我这么算 秘密 我告诉你 因为四月十九二是属于音包音的摄子线 它的数字为 1155加1 这个细节节目 上课我们会教你 这一根线 称之为音包音的摄子线 为1155加1 所以这个情况如果你以 数理眼相法的推论 它是一根中阴线 中阴线的情况 当它顺序在前波高点位置的时候 表示行情会开始疲弱 所以做法是 隔天如果开高 没关系 盘动一旦破 收盘的低点 最昨天收盘的低点的时候 那就是空点 也就是说它告诉你什么 要放空 要做空 不能做多 早上开盘的时候 经过验算 奇门八局验算 今天一样 继续走渡门格局 所以今天一样 继续一根中长黑 投资朋友 我再让你看个东西 有没有 今天这模拟走的走势 是一模一样 尾旁是不是有 稍微拉一下 这是属于近月份的 对 所以想学功夫 跟上脚步 明天怎么看 休息一下 待会马上回来 头痛 请用五分猪 吹记听 请用记听五分猪 五分猪 好 尘头头顾 这项已推述 用数 以权力 变弃 审视 观形 度实 翁老师的独创 隧行坑线预测学 如何西方财务风尘的 隧行几何 及东方百年秘传的 黑衣线赞法 让您提前预测明天 善用转折 看准一日行情 收入不尽 看准三日行情 不想天下 027525868 尘头头顾 值得托付 尘头头顾 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 大股东着力作手 勾结坑纱散户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代金一定代出 金钱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 代金一定代出 尘头头顾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获利 古往福利 尘头头顾 值得托付 赢得2752 5868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拒绝一切嘈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这片刻的年纪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七米床 你担心瓦斯外线危险吗 教你几个小配方 瓦斯桶放室外 避免日晒 由瓦斯行安全技术人员 近期检查瓦斯配管 使用瓦斯药小心 居家安全好放心 内阵部消防署关心您 这一组线称之为什么 三字三黑 所以关键数字跟上脚步 今天中长K 现行精人之举验证 这一组线称之为三字三黑 为水形转折 意涵是什么 吞噬这个四月十三纯阳线 还有是七张以来的最大量 八四三六 命价它目前很大 所以说它是属于 520最后一波的投机逃命潮 它已经在05做防应了 依照过去八年前的 改成后代的经验 它告诉你什么 以死为见 所以你要注意到 这个机会 逃命的机会 还有你要怎么做 不要再做错了 投资朋友 心当即将起函 所以我明天继续再赚 一个人的价值 不在于他跟别人 有多么不相同 而在于你跟别人 有多么不同 所以富人相信方法 高阶预测帮 跟上脚步 即将开盘 这个礼拜 把握机会 明天带预测钱 我们明天见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歇之客 也有大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这些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 投资风险 成东斗固 这项已推述 右术 权力 辩计 审视 观形 渡时 翁老师读创 随行坑线预测学 如何西方财务工程的 随行几何 及东方百年秘传的 黑衣线赞法 让您提前预测明天 善用转折 看准一日行情 受入不尽 看准三日行情 不想天下 027521868 成东斗固 值得托付 成东斗固 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可公司派 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户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进一定贷出 精神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贷进一定贷出 成东斗固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获利 不往不利 成东斗固 值得托付 02752 5868 你担心瓦斯外线危险吗 教你几个小配方 瓦斯桶放室外 避免日晒 由瓦斯行安全技术人员 近期检查瓦斯配管 使用瓦斯要小心 居家安全好放心 内阵部消防署关心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